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成林是中国台湾的人气歌手兼演员 他不仅在影视方面小有成就 在唱歌方面也有出色的成绩 他因出演多部偶像剧被内地观众认识 当观众慢慢了解他之后 才发现他的歌唱技能也非常优秀 他与内地歌手李荣浩的婚姻被很多粉丝支持 他有着很高的人气 他的歌声不仅细腻温柔而且还蕴藏着力量 前几天 谢霆锋出席某节目 面对采访时 他坦言 最近自己一直都在默默关注闪光的乐队 当然 节目最出彩的当属杨成林 每次出场都既简单又有吸引点 而且非常潜能 把乐队中的所有任务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看过这么多充满创意改编的精彩舞台后 自己也是期待节目的下一季了 哈哈哈哈 接下来 谢霆锋调侃 上次因为肖敬腾 我也是遇见杨成林张碧晨他们 我也是问杨成林 说闪光的乐队这么好 有没有第二季 对此 大家猜测纷纷 而谢霆锋解释 杨成林说这个问题找张碧晨 而碧晨说有没有第二季 他们肯定知道消息 还说让我找个好一点的地方 搓一顿饭 就默默地告诉我 哈哈哈哈 当然 杨成林和张碧晨的表现 实在是太让观众喜欢了 实力毋庸置疑 不过经典的出圈舞台 往往都是反差越大 越能带给观众惊喜 通过整场舞台表演发现 要想打造一支真正的闪光的乐队 真的不容易 一些乐队还在徘徊 一些乐队在靠近真正的乐队 而也有乐队似乎在倒退 如何打造一支真正的乐队 还是每个乐队必须深度思考的事情 小伙伴 对此你怎么看